苗栗愿离美食文乡下马 餐点走的是客家家常口味 店家没有提供菜单 都是以现场公告的菜色为主 营业时间只有6日 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 平常日都是休息哦 今日的菜单在板板的左下角 也有很多的名人来光顾哦 餐佛图很特别 关于文乡下马客家美食的报导 看看有什么菜色吧 卤大肠 卤猪尾卤豆干 五骨凤爪 凉拌茄子 姜丝木耳 乳小肠 鲨鱼煎饼 福菜肉丸 卤竹笋 菜色那么多要吃哪一样辣 还有一样卤香鱼 多样的菜色 满足掏客的味蕾 上菜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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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了 撤 吃完了美食 带大家来寻找 一间CP值超高的咖啡馆 这家座落在院里房里古城的咖啡馆 店内空间摆设都很舒适 主推的品项是单品咖啡 一共有十几种的咖啡品项 每一种都有详细的介绍 老板会将抹好的咖啡豆 给客人闻香 再以手冲的方式 萃取出咖啡的浓醇香 再以冰热的方式 送上顾客的餐桌 摆盘也经过巧思安排 体现出咖啡职员的专业 冲好的咖啡 老板会先品尝 确认品项达标后才能放心地交给顾客品尝 老板会先品尝 咖啡有冰热两种温度搭配 热的可以喝出咖啡的香 冰的也可以喝出咖啡的醇 特别的是 冰咖啡是用试管隔着冰水降温 不同于一般店家将冰块加入咖啡中 老板说这样不仅能喝到冰咖啡 也可以保留咖啡的浓醇香 真的是太专业啦 这次我们点了四种品项的咖啡 有浓浓干粉花香气息的蒙大布兰扣庄园 还有玫瑰草莓柠檬香气的蜜月花魁G1 后韵略带芦笋干甜感的塔拉猪圣罗莎庄园 以及入口略带玫瑰花香的卡内特庄园音乐家 每一种品项都有不同的风味 考验着每个涛客的味蕾 这一盘榨物也是极力推荐的哦 如果有不适合喝咖啡的人 这里也有花茶可以选择 这一壶桂花枸杞茶 也是店内极力推荐的茶品 喝起来甜甜的香气十足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续杯 这个是老板娘特别招待的 没有饭收哦 假日的午后 店内人潮满满 老板亲切地招呼客人 充分地展现自信 和亲和力 这就是这间店成功的原因吧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哦 喝爽了 撤